我們來看一下其實我們今天整個流程 您剛剛已經先完成的加入群組 這個是都介紹完了 所以現在只剩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找個喜歡的範本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等一下呢 你看我們打開這裡 現在是您註冊之後 其實您沒有先註冊也沒有關係 但是呢 待會後面你要發布的時候 他告訴你一定要登錄才行 要登錄才行 首先你進來有沒有發現有很多範本在等你了 對不對 那左手邊也有分類 左手邊這邊有分類 那您可以看看您要哪一種的 像我比較喜歡他就是他會有 比較多所謂的中國風 因為這個部分在微軟裡面真的比較少 相對少很多 比如說像這個 有沒有這樣就有一個了 但是各位不要急 不要說馬上就要開始做 所以我剛剛新制圖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告訴你不要急 先預覽 哈哈 你要先知道那個簡報它是怎麼run啊 對不對那個順序 但是其實 你會發現 左手邊應該讓各位會有點吃的定心碗的感覺吧 像不像PowerPoint 像嘛 所以你知道調整播放順序 哈哈 也是一樣的方法 都一樣 它也是每一頁一頁 但是我們先預覽 在哪裡 上面這裡有一個預覽 你就按一下 好進來了 你按 你可以按Page Down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先了解它怎麼動 你按空白鍵也可以 這樣是比較清楚一點 比較知道說 我看到的簡報範本下載之後 它會呈現什麼方式 這樣你 如果你要改再來改嘛 才不會說搞不清楚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 先預覽一下 那順便問一下 萬一這個不是你要怎麼辦 蛤 哈哈 請從上面這裡來 有沒有一個首頁 這樣你就回去看看那一頁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想要騎驴找馬的 這個還不錯 想要再繼續往下看 有好的再剪 沒有的就退回來 哈哈 請你按新鍵 這樣了解嗎 這一個 因為Focus Eye可以同時開好幾個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下面 有沒有同時開兩個 所以如果說有時候 你可能要比較一下範本 我比較看看 可能這個才是我比較喜歡 剛剛那個不要了 就那邊再關掉就好 好 所以 你要比較現代感一點 像這種也蠻常見的 像這種也蠻常見的 這種我們一般叫做文字韻 好 文字韻 所以 這個你也可以先預覽一下 好 有了 哦 這個又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有沒有 好 那 其實他骨子裡面 實際上就是 類似像Flash 好 各位有聽過Flash對不對 雖然他現在外面不行了嘛 哈哈 但是他會衍生很多圖子圖村 因為他這些都是向量的 所以為什麼 你們會發現說 他做這些輪陰輪號 會 都是很清楚 因為他是向量的 所以放大縮小不思真 好 所以 您先找一個 您喜歡的範本 先試看看 找到了 我們再看 怎麼加入你自己的內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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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